哈嘍大家好 有人知道這裡是哪裡嗎 應該蠻多人知道的吧 這裡就是IG網紅的打卡聖地 王公打蛋器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鋒利發電的裝置 有點像家裡的打蛋器呢 沒有錯 它就是巨人的打蛋器 所以當巨人需要打蛋的時候 他就會來這裡拿他的打蛋器 這裡是鋒利發電機 大型的鋒利發電機 它轉向那個方向了 我剛剛在這裡站了一陣子 發現這個比較小的鋒利發電機 它還蠻敏感的 就是你看它現在轉的比較慢 剛剛風比較大 它馬上轉的超快的 那我們就走一走給大家看一下 雖然它這裡有寫一個牌子 有魚耶 是魚嗎 剛剛這裡一個很大的跳動 有就在那裡 黑灰色的魚 應該拍不到 不拍了 我們就走進來看吧 雖然它這裡有寫 警告私人土地 不進入 如果進入者被電擊 必不負責 還蠻酷的吧 有人沒有來過這裡嗎 如果你想要知道這裡是哪裡 就 可以私訊我 我就告訴你喔 我覺得這種風力發電機 應該大部分的成分是為了美觀吧 我覺得這種發電的效率應該不會到多好 而且 才沒多久而已 很多都已經生鏽了 沒有辦法 海邊一定會生鏽 我最近也都會把我的機車 騎到 就是可以通往海的 一些道路 然後也都會噴到一些海水 如果大家有把機車或是 機車開下去的話 你之後用 清水沖一沖是會比較好啦 剛剛看到另外一邊也有遊客在拍照 這裡都沒在動 這個轉超慢的 他在摸魚 不然就是他生鏽了 明明大家的風都一樣大 你看你看超慢超慢超慢 在海邊要建造這些東西 要維護的成本 應該也蠻高的 應該撐不了多久 也要常常保養 才能 就是 讓他正常的運轉 看了有點會頭暈欸 尤其是 你現在 前面這裡 一直轉一直轉 頭快暈了 來發個限時動態吧 來發個限時動態吧 歡歌在叫 好 好 這邊有一根有異音 它有噪音 好 抱歉我用手機在拍東西 拍東西 所以鏡頭 稍微 亂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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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錄超慢動作 我 再錄一個 好 IG網美打卡勝地 其實還蠻漂亮的啊 吵死了,就一隻有噪音 亂拍一些東西給大家看 我最近在存錢了 我打算要買iPhone的手機 但是iPhone今年又要推出新款的手機了 所以好猶豫喔 因為我想要用iPhone的軟體iMovie 來撿我拍的影片 因為我看有些人都有推薦 我覺得還蠻想要試試看的 好啦,就這樣 很明顯它又變快了 現在 看來那些不會動或是轉很慢的 應該都是故障了 這個損壞率或是故障率真的太高了 因為海邊的 有鹽份,空氣中多多少少有鹽份 有鹽份 所以 住在海邊的居民啊 車子跟機車一些 很多東西啊 都很容易生鏽 然後 然後 有一些機車行啊 或是二手車啊 有些東西 他們在更換在保養的時候拆不下來 很多就會聯想到 他們就會說這個叫做海靠車 對啊 就是比較靠海的車子這樣 那種有些 真的生鏽的很誇張會 整個都拆不下來 需要整組把它卸下來 大白天在放煙火 有什麼好看的 好 就這樣囉 今天不拍夕陽 來拍這個 王公打蛋器 巨人打蛋器喔 拜拜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巴阿浪 拜拜